有同學是吃燒烤 他看到那個站前直接走人 他就說他不吃了 他要去吃7-11的午餐 錢人可怕的地方 並不在於說 他們不用努力 未來就一片光明 而是在於 不只家裡有錢 我以前讀的高中呢 叫做康橋高中 他是在新北市的一個 我可以說是 惡名照章嗎 的 貴族學校 我知道你們現在在想什麼 我知道 你們現在的腦中 一定會浮現出一堆 跟有錢人加小孩子 跟貴族學校學生的一些想像 比如說這些東西 然後我今天呢 就是想要來談談 這些課盤印象 到底是真的 還是假的 他有幾分證實 有幾分是誇大 第一點我想要討論的 大家可能會有的疑問是 貴族學校的學生 是不是都很有錢 好這聽起來有點像是幹話 因為貴族的學校 他都已經叫貴族了 然後這些家長 每年都可以付得起 四五十萬的學費 這樣子還叫做不有錢嗎 但是我想要提出的一種看法 是說 貴族其實也有分等級的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知道 貴族有 公爵 喉爵 伯爵 子爵 男爵 公喉 脖子 男爵就是比較落魄那種 然後公爵就真的是住在一種 豪宅裡面 然後享受什麼那種人 我們有同學的 阿公是什麼 趙騰兄之類的 或是跟過談有些關係 當然也有同學的家長是 他們家長是傾家蕩產把小孩子送來這裡 他們家長所有的收入就花費在小孩子的教育上面 我們有同學是那種可以租下生日的時候租下整個遊艇在裡面嗨的那種人 我們當然也有同學是 我跟他去吃燒烤 然後他看到那個價錢之後就直接走人 他就說他不吃了 他要去吃7-11的午餐這樣子 那因為沒有錢人其實也蠻多的 有錢人其實也蠻多的 所以兩邊是不會互相去計較 或者是互相去歧視對方 排藥對方 這種情況是非常非常非常時常發生 至少在我在康橋這三年中是沒有發生過任何一次 然後第二個我想要討論的問題是 很多人會覺得 貴族學校的學生是不是都很嬌生怪娘 很蠻橫巴戶天天都花天酒地 我覺得大多數人對於有錢人的想像 其實跟真正有錢人的生活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大多數人可能會覺得有錢人就會非常的任性 或者是教授 然後生活過得很好 到處都有人服侍這種感覺 但其實真正有錢人是家教的 然後真正有錢人他們父母是非常注重孩子的教養 我看過有同學是他到別人家裡做課 他會幫你在吃完飯之後 他會幫對方壓力收拾東西 然後大多數的同學都會在 可能逼於吃飯的時候 然後夫生上菜的時候 他都會說謝謝 所以我覺得大家沒有必要把 家教不好 跟有錢人這樣 這樣這些事情連結在一起 第三個大家最常有的疑惑 或者是大家最常會有的印象是說 有錢人是不是不用努力 未來就一片光明 這一點我覺得 其實你如果是真的有錢人的話 那還真的你不用努力 未來就真的一片光明 就繼承自己家裡的產業就好了 但是我想要說的是 有錢人可怕的地方 並不在於說他們不用努力 未來就一片光明 而是在於說 大多數的有錢人 其實都很努力 你可以想像到那個可怕的地方 就是他們不只家裡有錢 他們還很努力 其實有很多人 他們先天還很聰明 或是非常有音樂才華 我的很多朋友都是 非常有才華的人 他們不僅就是學業好 可以申請上誠春彈典校 他們的課外活動還非常的優秀 他們可能會打爵士鼓啊 會彈吉他 會跳踢踏舞啊 會跳踢踏舞 或者是會畫畫 會平面設計 這種人是非常亮多的 大多數的有錢人 我覺得都是 起碼是康喬的人 我覺得都蠻努力的 然後都會 我們自己生活的目標 慢慢的前進 然後慢慢的累積自己的實力 我跟我朋友 曾經有過這樣子的討論就是 人到底要做什麼 才會成功 後來我們得出來的結論是 你家境好是不夠的 你還要先天 就要有某些才華 某些潛能 然後你後天還有非常有力 這樣子才有辦法成功 或許還有一點運氣 這樣子好不好 然後最後一個 我想要討論的地方是 有錢人是不是都 無憂無慮 然後整天享受生活 我相信有錢 絕對可以過上 比一般人好的生活 這是當然的 但是 我前幾個月啊 在UTT上面看到一則推文 你說很多則推文都是這樣子 就是那個時候我們學校 有一個學生自殺 然後新聞就報說 信義區基隆路某豪宅 有一個四五歲的國農生 叫做自殺 然後PT下面就有很多人在講說 都已經是人生勝利組織 憑什麼自殺 這些PT上面的網民的流言 其實非常非常的有道理 你想想看那些生活比較貧困的人 他們都咬著牙 努力賺錢 努力的生活下去 那你是有錢人耶 你生活過得那麼好 然後不用煩惱那麼多事情 為什麼還要自殺 但我想要講的一個重點是 其實很多康橋學員 都是活在 父母很巨大的壓力之下 或者是很巨大的期望之下 因為你想想看嘛 父母一年花個四五十萬 在你的教育身上 然後你想想看 你如果投資了四五十萬 在一個產品身上好了 那你當然會很關心 這個產品之後的成效 這個產品之後的表現 那放到教育上來看 也是如此 這些家長呢 非常的關心 講好聽也是關心 講難聽一點 有點像是自生機父母 他們過度干預孩子的生活 甚至幾乎所有人的 未來的路徑 未來的升學方向 甚至未來的職業 都是由他父母選擇好 他們父母覺得 哦 讀可能電腦科學 讀資格會比較有出路 讀生活科技會比較有出路 所以他就要孩子去讀這個方面 那 那孩子通常面臨到的 就只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跟父母 鬧翻 然後可能被斷越幾個人 要不然就是去遵從 父母的選擇 過上父母小孩 他過的人生 我看過有人的爸媽 就是在小孩子的房間 沒有裝設監視器 我有聽過有同學 他每個禮拜就跟他父母吵一次架 然後一次 一吵就是三四個小時起跳 所以你說康巧學生 真的過得比較好嗎 我覺得如果就物質上來說 我絕對是比較好 可是在心靈層面嘛 我覺得每個人對於憂鬱的感受 是不一樣的 但他在評判所一個人 到底有沒有資格自殺 有沒有資格憂鬱 還是要小心一點比較好 因為你不知道這個人 他的心理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其實關於有錢這件事情呢 我自己本人也是花了很久的時間來調適 因為我以前是讀一個非常普通的 在我家附近的公民國中嘛 然後當我知道我們家的家境 居然可以讓我讀得起康巧的時候 我是很難接受的 因為我以前是一個 蠻社會主義蠻左派的一個人 當然我現在比較中間一點 但是你想想看 一個信奉社會主義的人 他自己居然是一個資產階級的人 他的心情是怎麼樣 這是蠻無畏雜的情況 比如說我最近在看 反正我女性的影片的時候啊 他們的影片都很搞笑 但是當他們講到說 要打倒資本主義的高牆 人民的法學的時候 我真的不知道要用什麼樣的心情 去看待他們 是該狂白的該笑的 我相信家境比較好 絕對不是一件壞事 你看 因為很多美國的老神歌手 尤其是那種出生於 貧民窟的黑人老神歌手 他們常常都在講說 我要變有錢 然後我要有很多女人 我要有跑車 我要天天開派對 我要坐豪宅 所以事實上就是 大家都想要變有錢嘛 假如說大家覺得有問題的點是 不老而獲這一點的話 就是有錢的小孩子 你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得到很好的資源的話 那我常常在想就是 因為我自己其實是 不算是一個很帥的人啦 然後我臉上的職員都也蠻多的 那我就在想說 那些天生就長得很帥 那些天生長得很美麗的 那些男生女生 他們其實不是更不老而獲嗎 他們不用任何努力 甚至他們的父母不用任何努力 他們上帝就賜予他們一個 非常好的面孔 我覺得要比不老而獲的話 更不老而獲的 應該是那些長得很帥 或長得很美麗的 假如你看這些 貴族學校學的不爽的理由是 他們不老而獲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要先去討厭那些 天生就長得很帥 長得很美麗的 然後再去討厭那些 天生就很聰明 非常天資聰明 有音樂才華人 然後再去討厭那些 身體非常非常健康 然後沒有任何身體疾病的那些人 假如你要討厭不老人活的話 你要討厭的人真的是太多了 後來我看待有錢這件事情的方式是說 既然我家境 這已經是以前寄情事實 那我應該要做的 並不是說我要去裝得很穷的樣子 或者是去做一些慈善活動這樣子 去證明我是善良的 我並不是要這樣做 我是應該要 竭盡我所能的 利用我所得到的資源去精進我自己 讓我自己變成一個更好的人 然後再利用我所學到的東西 來幫助這個社會 來改善這個社會 我覺得這才是 家境比較好的人 出身比較好的一種意義 這是我自己摸索出的一個結論 假如你是康橋學生的話 我想你看的應該會沒有很有感覺 假如你不是康橋學生的話 那我希望這支影片有多多少少的 破除你對於有錢人 對於會族學校學生的一些迷思吧